税 在大部分人印象里 除了工资里代扣的个人所得税和社保 日常生活中 我们好像并碰缴纳什么税 呃 真的是这样吗 自1994年实行分税制改革以来 中国政府的财政收入增速 几乎每年都是GDP增速的二倍 其中 70%以上的税收来源于增值税 消费税和营业税等流转环节 这就意味着无论是哪国制造 只要流入中国就将背负这些间接税 数据显示 中国商品中所含的税比任何一个发达国家都要高 是美国的4.17倍 是日本的3.76倍 是欧盟15国的2.33倍 比如在中国商场里出售的100元女性化妆品商品 其中会有14块5毛3的增值税 25块6毛4的消费税 4块0两毛的成建税 加上生产和运输环节的间接税收 保守的说 政府税收对于化妆品的最终价格 至少要贡献50%以上 另外 加一箱油里 谈48%的税费 买一套商品房地 还有70%的各种税费 一个中国制造的产品 尽管不需要承担远渡重阳的交通成本 需要在国内一路承担重重收费 甚至是罚款 有数据显示 物流成本沾制造业生产成本的40%至60% 1000克货物从上海运到纽约 只要1.5元 而从上海运到贵州 却需要6到8元钱 出口国外运输费比在国内还要便宜 而商品进入到超市 商场之后 还要面临上架费 月板费 广告费 促销费 年纪费等等 这些费用最终都是由消费者买单 今后商品贵 咱多多少少还能接受 可他们中国自己制造的商品 国外来的反倒比在国内还便宜 关键还是在税收 所以说消费者就等于纳税人 这也就造成了中国人出国 最喜欢的就是买买买